你是不是看见云南人了? 这些辣椒柿子怎么样? 挺好的 看到你在双浪春节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好的经历? 很多跟杨老师一起在双浪的世纪上 对 我在云南过年去大理找杨老师 我是东北人 然后过年回家是我们的一个习俗 很少过年不回家 但是今年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 是去了大理和杨老师一起过年 有很多的报道也传到了我的东北的老家 他们也都紧紧的 对 基本上是我记得你跟杨老师来创作这个 云南的歌曲的时候 已经唱的是年前了 然后你好像是工作到大年三十的大年初一 不是初一而是太到的这个地方 然后咱们是两个团队合作可能有两三年了 这次也是如果你想错的话 大概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这样的一个深度合作 那您跟这个玉兔怎么让杨老师说服你来这个 以前是一些综艺活动啊 互相配合啊 但真正这次一个艺术作品的年名创作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其实不用杨老师说懂 我是能够说为杨老师说一种事情都特别特别开心 因为早在2012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上春晚 然后那年我唱的曲目也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 新贵妃醉酒 那个时候杨老师的孔雀也呈现在那一年的春晚上 然后我会是在 我那个时候就在春晚跳 嗯 我在观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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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 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深深的重奖 嗯 太好了 希望您这个 继续喜欢云南 尝诞我们云南人来 到云南来 尝我们云南的美酒 云南的美酒 没少喝吧 嗯 挺像葡萄酒啊 是的 平常我们也少喝酒 对 因为我和杨老师分开之后 哎呀 跟你说句心里话啊 就是我这个人睡觉睡得特别好 然后从来都不做梦 但是 从大理回去之后 回到北京去进入自己的工作 那两天睡觉 连续做了两天的梦 梦里全部是杨丽田老师 就像梦游那里 就像梦游孔雀 因为我还在想说 哇 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因为 一直出现我在梦里 而且 就是初一到初四的那几天 然后也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个时间 我还发 我还发了微博 大家可以到微博去看一看 微博一气呵成写了那么多文字 写了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一些感受 那个 林冠老师就是 刚才是三部曲这个舞蹈电影 也是杨老师的一个新的这个尝试 哈 在艺术创作方面 好像您现在也在筹备一个电影 是吧 我是在看到 《招生》啊 我还举手一下申请你做个演员 你告诉我 翻演翻演角色 对 然后 您能稍微想透露一点吗 关于这个 也是您的一个新的艺术形式 是吧 没问题 也是《机缘巧合》 然后我在下个月的下旬 我自己导演的一部电影 是个唯一篇 在浙江里水开机 《机缘巧合》是因为喜欢那边的山和水 然后那边的政府也邀请我为他们做几首音乐 然后最后就把音乐变成了一个电影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说像我做音乐的 做舞台的 其实影像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梦 所以今天看了杨老师的三个整个艺术片 对我的触动还是蛮大的 比如说 第一个篇章的《春牛图》 最感动的还是 大猪和他儿子出现的那一刻 所以 也就是大牛和小牛出现的那一刻 会感觉说 作为一个民族艺术家杨老师 把大自然的生成相细和心火相传 在那个片子里作为一个主题出现 那第二个就是老虎的这个艺术片 我最感动的还是杨丽廷老师 作为天地之神或者大地之母 或者我们主持人说的是大祭司 是吗 就是他这个形象一出现的时候 两只手突然在手上有了两只眼 第三只眼 对第三只眼 让我一下想到了心惊 嗯 观自在 波罗蜜 多时 召见五欲皆空 度一切苦恶 所以才有了后边的那些小老虎 生机勃勃的那样的一个场面 当然了 再说说第三个就是《玉兔与嫦娥》 当时我来创作这个音乐的时候 也是跟杨老师交流过 然后去体会一下杨老师他内心的那种心境 看看那个心境是不是我心里也有 然后杨老师其实也说了一句话 是随意说的说 嗯 那句话就是说的是高处不胜寒 当然了这件事从他的嘴里说 完全不是贬义 其实是一个褒义 嗯 然后就在这个音乐当中就写了 在人间却有探人间 天上寒 高处不胜寒 这样的一些歌词唱出来 嗯 确实是 很开心 每个人都有这个不同的角度看电影 刚才听到那个歌词的话 我也没想到 今天的实际生活 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反映到你这个歌词里的情况 是 那就特别希望这个郁先生多来云南 多喝云南的酒 多长云南的茶 好 多长云南的食品 那现在我们也请杨老师亲自下来 呃 就这个根据先生两位主创 一起上台来互相沟通一下 请杨老师 好 然后 趁着杨老师下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不能说下台 这个词也怪 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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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今天在座所有的云南的好朋友 我作为一个东北人 因为杨丽萍老师认识很多的云南的朋友 然后也跟今天在座的云南的朋友出一声 谢谢你们今天的支持 也对你们今后的生活 一帆封春 春风 对 谢谢 谢谢 那那个杨老师 刚才郁先生讲 咱们还是从这首歌来看 咱们倒着看这个 因为郁先生就合作 当时你的舞蹈 还有郁先生的歌词 所以最后的结合的产品是非常般配的 你们两位是怎么沟通的 其实也不是很长的时间 我记得就是一晚上 但那一晚上是很长的一夜 好像一直延续到早上四五点钟的那么一夜 是吧 要不您能够分享一下 嗯 嗯 我觉得艺术和嫦娥 这个美丽的故事是我们民间里面 我广州给你们传的 呃 郁先生呢 他的歌声啊 还有他本人这个 他的艺术的创作 都是跟我们国风 跟我们的这个古典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贵妃的那个形象 还有舞禅秀的那个 禅朝那个 我觉得真的特别的代表了一种古典的美 哈 那么我觉得 地图和嫦娥 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呃 他的这个歌声和他的这种呃 呃 气质是特别认合 啊 啊 然后呢 呃 呃 我觉得郁先生特别认真 嗯 然后我们在一起在录音棚里哈 啊 然后很满很满 呃 工作室 呃 给泡茶 然后给很多 这个这个招待 然后呢 就搞 创作就是觉得特别的特别的疏心 特别自然 然后呢 又可以一起 呃 对 我会把你的祝福带给我的团队 当然了 能够为你做一点 艺术上的事情 也是为云南做一点事 但是丁伟第一次非常喜欢这一方热图 嗯 然后是这个呃 呃 这个舞蹈电影啊 也都 每一部都是 呃 不能说千辛万果 确实付出的很多 啊 参与这个制作的创作变态的每个人都付出很多 呃 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呃 舞蹈我们一直是在舞台上展示 一场一场的观众来来看 亲身来看 您这个把它转向这个大荧幕 把它转向呃 呃 网络也好或者是线上电影也好 你觉得是一个 必须的趋势吗 还是说你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去啊 一定要做这些事情 呃 我觉得这是呃 是一个问题 哈 因为作为 呃 舞者 他要有很多的 方式和形式 哈 呃 我觉得在这五十多年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舞蹈生涯 舞台生涯里面 自己就一直的去寻找 去创造 呃 呃 呃 能够把 舞蹈的作品 搬上这个 这个 这个 螢幕 或者是 穿过出去 呃 呃 呃 我觉得重要的是一种精神 一种尝试 呃 呃 真像你说的 每做一个作品 这三个作品 呃 呃 呃 这个小金花他们还要赤子脚 冲上那个山坡 然后太 因为我们是实景拍摄的 啊 就是西洋 西洋在洛杉的那 五分当中 就必须把 那个镜头 抢完 对 那个镜头也是刚才我看最美的一个镜头 对 然后呢 那天 第一天没有完成 因为 天马上 马上就黑下来了 然后又第二天去补拍了 哈哈 哈哈 我想先问一件事情 昨天我和大猪金花他们沟通过了 然后 杨老师作为总导演 太阳快落山了 然后杨老师说 咔 太阳 不要落 不要落 然后我还带着他去拉那个小金花的头 赶快跑 赶快跑 哇 就是 我插一句 昨天你的演员跟我讲的意思是说 杨老师谁都敢导演 也敢导演太阳 太阳屏 月亮屏 特别开心 特别有趣 真的我们 呃 所有参与的人真的是 诚意之作 然后用一种精神 坚持到第三步 哈老师想第四步 咱们这个十二成肖啊 这三部剧才是四分之一 接下来是 成功四舌 满必要 对对 这个下一个问题其实也是 杨老师你 呃 需要哪些支持哪些这个 不管是艺术家 还是政府啊 还是企业啊 社会啊 包括粉丝们 你想不想要他们的支持来真正的完成这个 还有酒窟 我听得很长 我肯定想要 我想要 然后让杨老师把这个梦完成下去 杨老师你讲 是啊 真的 真的太 太感慨了 诶 雨琴 稍微等一下 要不要稍微等一下 我们讲完这一小段了 下一篇就是 演员啊 这个要拍龙的赶快举手报名啊 哈哈哈哈 杨老师想回避一下关于物质这方面 因为他负责精神 物质就交给你了 好吧 那我就随便说一下吧 就真是的啊 十二生肖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灿梦的文化啊 作为一个 哎呀老实说吧 我是一个外籍华人 呃 最十二生肖 你看外国人他有讲星座啊 有讲什么算命啊 有讲这个血型啊 但是我们中国的十二生肖 确实是非常伟大的这个民族文化 然后呢 我们特别想通过舞蹈 而且不是说只是演一场 两场演 反正就没有这种情况 把它特别适合 把它搬上 对 搬上网络 是啊 有很多这个 这个 设想 因为我们也在想 比如说像 那天就聊起来 什么 这个英雄那个男 好 对 就是他每一个 比如说黑暴 对吧 嗯 金刚 铁锅 铁锅 那个什么 剪刀手 蝙蝠蝎 对 他们最终联盟在一起 呃 我觉得这些 真的是外国人能做出的梦 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够实现 想就这么想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英雄 没有没有自己的 哈 一个形象 嗯 其实这个都是在做梦 那其实十二生肖式啊 就像我们看春流土 像大株扮演的金花扮演 在我们心中仍然是英雄 所以未来十二生肖也仍然可以代表着中国走向世界 嗯 对 就很多人也来谈 就是能不能把它做成游戏 嗯 把它做成这个衍生产品 嗯 把它做成一个故事片 嗯 或者一个什么什么音乐 音乐剧 音乐剧 都在设想 其实我这也就呼吁一下这个 这个美部电影其实 美部片子到最后都因为时间比较短 时间比较短 然后呢 精力比较紧 所以他都压缩到最后 所以像刚才陈建介绍 拍摄的镜头其实更多 对 所以最后展示的能够 我可以透露刚才陈建介绍说的 那个那个绿兔的那个舞蹈 真的是 整天跳的真的 我们都惊呆了 就是 音乐放了 他就开始跳了 他跳了足足二十分钟 然后体力也特别好 然后他跳到我觉得哪都好 那摄影中也像 就是 就是 偏常融相 所以只能 起起一点点 对 能够 继续能够把精彩的片段 组合成另外一个 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就是 尽早的 比如说 要做龙年的这个片子的话 从四五月份 就应该开始跟企业合作 谈这个衍生品 谈这个赞助 谈这个未来怎么做这件事情 是吧 这样才能真能把 因为一个艺术品 它是需要时间去磨合 时间去雕塑的 这样的情况下 以后的 我们再呈现了 未来的九部片 可能就会做的这样的 做的更好 更有价值 那现在我们 主创都在这里了 请大家靠近一点吧 请我们的粉丝为我们的所有主创 献上鲜花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 请我们的粉丝 把鲜花带给我们台上的各位 请不吝点赞